為官的 然後攤入 是為官的就對了 做官的攤入 然後騎下百姓 然後 壓榨百姓的錢財 所以做牛的就是 再次是為官的 然後壓榨 騎騙老百姓 對 那牛 我們現在又要請 為牛來先生說訪 還是說 師父就直接轉述 就可以了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牛是不是也跟豬一樣 因為毛 毛的那個一樣就像 正在砸身體一樣 還是說牛有別的 不舒服的地方 有指示嗎 師父說 像那些 剛剛所說的那些貪官 壓在勤財那些 然後 師父經過畜生道 直接就在 受苦完 你就直接 然後投胎為牛 就不是在出生道的牛 是直接到人世界的牛就對了 對 喔 了解 那你在出生道看到哪些動物 你看到豬 還有兩腳的 還有看到什麼 還有蛇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比較特殊的 那羊呢 我們問一下羊好了 羊是四隻腳的 鴛鴦喔 好 羊又是什麼意思 有羊要先生說法嗎 有羊要先生說法嗎 對 馬面將進去帶他過來 帶一隻羊過來了 所以現在是羊生人麵 本身就是在沙羊賣羊肉的 喔 這隻羊是在生的時候 他就是在沙羊的 對沙羊賣羊肉 在賣羊肉 那是 四處借錢不還的 也是四處借錢不還 然後 還換一下 很多的偷盜 偷盜 那這隻羊 的身體哪裡不舒服 這出生道的羊 馬面將進去說 無邊 他要當目白市的羊嗎 他要當目白市的羊嗎 他要當目白 在人世間的羊嗎 對 可是他現在不是在出生道的羊嗎 對 可是他現在不是在出生道的羊嗎 那他在出生道的羊的話 是 哪裡讓他不舒服 在人世間的壽命會 就是因為殺生,然後才會短命爆 然後現在他確診到就是讓他體驗做羊的痛苦 就是當羊身體就對了 對 那你問他,他覺得他當羊身體有不舒服嗎 我在人世間很習慣用兩隻腳走路 像明天都要四隻腳走路 對 不太習慣就對了 那除了讓他四隻腳走路之外還有其他的呢 就是 他沒有羊體 沒有羊體 對阿,沒有羊體 所以他腳是很血肉模糊的 對 會痛 對 還有呢 然後他身上的毛也是跟豬一樣 會渣會痛 對阿,都是 毛都是鐵的 嗯 嗯 好,那我了解 那所以他離開這個畜生道之後 他就直接去投胎當羊 還是說還要再去地獄受洗 還是要經過地獄受洗 受洗完之後再去投胎成羊 五百事 五百事 那這隻羊還有要補充的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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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就是要經咒就對了 對 他們要經咒他們才有辦法去懺悔 對 為什麼 我好 我好質疑 因為他現在在講他應該知道說他未來的遭遇了 他應該要要心聲警惕 他因為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說他因為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受到這樣的刑罰 他應該可以感同身受去理解 然後因為他也成為羊 他也知道那個當羊的辛苦 然後又要被人家殺 那他應該知道很那個痛苦 那他應該知道去懺悔 為什麼他會不知道懺悔 我不太懂 因為他沒辦法跟我們人一樣 可以雙腳跪 然後雙手可以合掌 又可以手持經咒 或是練一佛的名號 都沒辦法 他不能在心裡面念嗎 沒辦法 沒辦法 對啊 哦 所以就是說 那種可以跪下來 可以手合掌 的那種 可是這不是一個行嗎 一個行 但是我的心 我的心真實的 不是也是 也是OK的 完全沒有 不會有人的思想 沒有人的思想 沒有人的思想 現在是因為馬命將軍跟師傅 可是他 讓他出來可以 講述人的話 等下他變回癢的時候 他又沒思想了 完全沒有人的思想 那現在剛好 剛好有這個機會 他可以趕快懺悔 他現在是人的思想 沒有功德力 他沒有得到任何功德力 沒辦法 他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懺悔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啊 我們堂上的師兄師姐 有很多位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 有辦法 就剛好趁這個機會 那我請我們這邊的師兄師姐 念個什麼短奏之類 先回向給他們 讓他們去做這個懺悔 可以嗎 我們前面有一些 七國滅罪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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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幾遍 那能不能跟你結合 拜託師姐 你就是等一下 告訴在場的大眾 我現在可不可以跟他們講 我現在可不可以跟他們講 跟他們回去之後 就是人送慈 慈悲三妹水燦 回向給出生到的眾生 我會上傳上去啦 然後讓大家看 然後我說以現在 因為這個時間有點短暫 那我們先把握機會 有沒有什麼短奏 就是你剛剛講 七國滅罪真言 然後可以念幾遍 我先請我們 因為剛好我們現在有休息時間 我先請我們這位師兄師姐 可以先做一下 做這個法布施 還蠻多的 一百零八遍 七國滅罪真言 是蠻短的 好 等我一下 你們